我想我就先把这个地方 当然你们有的时候打字 为了要节省时间 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 假设上面 因为上面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就往后面看 这样比较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再来的话呢 底下的部分呢 插入一列四栏 所以在这边 就第三小题 第一跟第四 我想这个地方跟前面一样 你们就自己做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在下面这里 表格插入表格 然后呢一列四栏 四栏 无框线在哪里呢 为0 对 特别注意哦 以后看到无框线就是大小 0就对了 确定 然后呢把那个 它说什么0多少 0102的文字档 所以我们是放在home page里面 然后这边就有 第一个日期有没有 你就把它复制 然后就把它贴上去 第二个日期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这样子复制 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可是表格的会移到后面去 那就这样切 当然我是比较建议你们可以用快速键 所谓快速键就是 不止右键之外 特别之后 这里有个问题哦 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这个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哦 这边多了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你必须把它在日的后面按delete 就好了 delete把它删掉 那这边圆月1号 把它复制 然后切过来 最后这个格子贴上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完成这个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 出签还没做 因为下面的部分 还要在底下的部分呢 表格第四小题就插入什么呢 表格几列呢 四列两栏无框线 所以四列两栏无框线 反正就照这样的方式来做 按一个确定 接下来呢 他要求我们表格的左边 依照出签的日期填入 所以呢 也就是要把刚刚0102 再选取一次 也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 你把它复制 再贴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题 这个复制贴上做很多次 复制 然后就贴到 下面这里第二格 因为我们总共有四列 一列的话呢 你就放一个日期的资料 这样子复制 然后再这个格子贴上 然后再切换回来 再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好了 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会有资料 然后呢 第五项 有没有 第五项就是 在右边的地方 输入Top 所以你就输入TOP大写 TOP 然后底下其实聪明一点 就是直接打一个 直接就复制 贴上 贴上 其实Ctrl V也可以贴上 Ctrl加V 好那第五题就完成 不过现在呢 他还缺什么呢 缺会动 还有缺颜色 我们先把颜色做出来好了 第四点 有没有 第四小点 他说这个分别 那字体大小为3 其实3不用动 因为原来就是3 颜色分别 第一列是什么呢 第一列的颜色